嗨 歡迎來到Flow with Katie 凱莉瑜伽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做拜日式A跟拜日式B 那常常在課堂上大家會混淆說 拜日式A跟B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講解就是他們 就是有一點細微的差異 然後跟他在動作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歡迎訂閱按鈴鐺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 我們首先站到鈴鐺的前方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手 我們的手有四個點 那我們等一下呢 盡可能讓我們這四個點呢 是可以穩定的在地板上扎根 然後腳底呢 同樣的 大拇指下面 然後小指頭 然後你會讓腳跟感覺分成兩個部分 讓他左右 然後就是穩定的踩在地板上 好 那我們首先站在墊子前方的時候 盡可能把你的大腳趾併在一起 然後讓你的腳跟可以的人 我們也把腳跟合上 然後可以開啟你更多內側的肌肉 好 我們首先會站在山式 我們把手擺在身體的兩側很自然的放鬆 那其實像大家現在很常在看手機 然後或是看電腦螢幕 所以會覺得有點脖子跑出來 我們試著用我們的指頭 把我們的下巴推回來 讓我們站在身體的正中間 好 我們手來到身體兩側 把胸往上提 然後肩膀往下放鬆 好 把肚子輕輕的收進來 好 吸氣的時候 雙手高舉 好 視線跟著你的手指頭 好 吐氣的時候 屁股往後 好 讓你的上半身前彎 然後下一個吸氣的時候 可以把背打直 然後把手伸長 然後感覺背平 那如果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感覺你摸不到地板的話沒有關係 讓你的手來到你的小腿上 好 把你的下腹部收 讓你的背拉長 好 下一個動作是掌心貼地 好 記得剛剛說的 我們把我們四個點 穩定的在地板上扎根 然後把腳往後走 來到平板式 好 在平板式的時候 我們感覺我們的腳跟頂向後面的一座牆 然後保持你的肚子收 然後把屁股放低 好 重心往前移 好 我們先膝蓋跪地 把我們的肘眼往前轉 然後像常常有人在轉肘眼的時候 會讓你的手跟著一起轉動 那其實我們的手 從頭到尾都是穩穩的在同樣的位置上 然後只轉動你的手肘 好 肘眼往前轉 吐氣的時候 讓你的手夾向你的身體 讓你的胸跟下巴來找地板 來到八隻點地的位置 好 吐氣放平 好 下一個吸氣 我們肩膀找耳朵 往後轉 夾緊肩胛骨 用你背肌的力量慢慢把你往上提 好 感覺脖子輕鬆 好 下一個吐氣 我們肩膀由後 往前帶起你的上半身 然後讓你的腳趾尖點在地板上 然後推到下犬式 好 常常在下犬式的時候呢 大家會覺得 有點重心放錯位置 我們會感覺好像 手腕出很大的力氣 那我們可以盡量把我們的重心往後移動 讓我們的大腿跟我們的小腿 往後 然後屁股往斜後方45度的方向去 那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的腳跟踩不到地的話 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彎膝蓋 然後讓我們的肚子 推向我們的大腿 然後呢 漸漸漸的讓你的腳跟 來找地板 你可以一直保持膝蓋彎 然後肚子去找大腿的力量 然後慢慢的讓你的腳跟放鬆 好 我們在這邊停留五個呼吸 好 最後兩個呼吸 好 最後一 好 吸氣的時候我們踮腳 兩個大步 回到兩手中間 肺平 好 一樣 如果你的手沒有辦法碰到地板的話 你也可以來到小腿 好 吐氣的時候前彎 好 前彎的時候如果你覺得 你的腿沒有辦法伸直的話 可以圍彎膝蓋 然後讓你的肚子找大腿 然後讓你的額頭來找小腿 好 下一個吸氣 雙手高舉 好 一樣視線跟著你的大拇指 吐氣的時候回到SOMATITI 三 四 好 我們一起再做一邊 深吸 吐氣前彎 吸氣 背打直 吐氣的時候手掌貼地 腳往後走 來到平板式 好 重心往前移 我們把膝蓋跪地 軸眼往前轉 保持肚子收 肚子收緊 吐氣 往下 放平 好 肩膀轉 來到Cobra 好 吐氣的時候 回到下犬式 好 我們在這邊停留五個呼吸 好 盡量把你的重心往後 往後放 讓我們的大腿後側跟小腿 出力很多 肚子收 好 我們停留五個呼吸 我們視線可以看向我們的兩腳中間 或是看向肚臍 然後你可以去感覺你的手 有沒有穩定的在地板上扎根 腳的內外側是不是都穩定的踩在地板上 然後你也可以把你的腳趾頭提起來 感覺你的腳跟 還有你的大腳趾球跟小指的那兩塊骨頭 有沒有在地板上 好 最後一個呼吸 好 吸氣的時候兩個大步 回到兩手中間 吐氣前彎 好 吸氣 雙手高舉 好 吐 回到SOMATIT 好 我們再一起做最後一次深吸 吐氣前彎 吸氣背平 吐氣掌心貼 腳往後走 來到平板式 好 重心往前移 好 如果不需要膝蓋跪地的 我們試試看肘眼往前轉 夾向我們的身體 好 肩膀轉 吸氣 我們也可以推到上犬式 把我們的胸往前提 然後讓你的大腿跟小腿離開地板 好 吐 回到下犬式 好 我們讓我們的肩膀 遠離耳朵 然後把重心往後放 好 停留三個呼吸 最後 二 一 好 吸氣 兩個大步回到兩手中間 吐氣前彎 好 吸氣 雙手高舉 吐 回到上面提提提 好 我們接著要來做拜日式B 拜日式B的第一個動作是做椅式 好 我們屁股會感覺像 要關後面的一扇門一樣 往後 我們要把它關上 往後用屁股頂它 然後我們再往下做 然後我們注意我們的膝蓋 不要超過腳趾間太多 我們把我們屁股往後帶多一點 然後收緊我們的下部部 然後手輕輕的 手指頭碰到地板 往上 來到耳朵的兩側 可以的人我們讓我們的手 併在一起 或是你覺得併在一起你的肩膀 很吃力的話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手平行 好 然後注意你的膝蓋 盡量讓它吃在同一條平行線上 不要一前一後 腳趾頭也是 好 下一個動作是吐氣前彎 吸氣背打直 好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手來到小腿 好 吐 掌心貼 這樣往後走來到平板式 好 重心往前移 吐氣往下 肩膀轉 回到上犬式 回到上犬式 吐氣的時候 來到下犬式 好 我們下一個動作會是英雄一 我們讓我們左腳 直接把腳跟往內轉 然後讓你的腳到內外側踩穩地板 好 你的腳會是45度踩在地板上 好 我們等一下吸氣的時候 然後右腳會移動到兩手中間 那在我們移動到兩手中間的過程中 我們的左腳 腳到內外側盡量不要移開 我們試試看 吸氣 讓我們的右腳 好 來到兩手中間 好 如果他還有一點距離 或是你只能到這邊 覺得你的寬內側太緊的話 我們可以用右手幫忙 讓他來到兩手中間 好 我們穩定我們的下半身 吸氣的時候 手往上 來到英雄一 好 我們記得要把我們的骨盆 往前 兩個骨盆轉正 然後讓你的腳趾尖跟你的膝蓋 再來在同一個方向往下蹲 後大腿出力往上頂高 保持肚子收 吐 吐氣也是掌心貼地 先把後腳轉顛高 收 右腳 回到平板式 重心往前移 吐氣往下 肩膀轉 來到上拳式 吐氣 回到下拳 好 我們換邊 右腳 右腳 踩45度 我們可以直接把我們的腳跟往內轉 一樣內外側 出力踩穩 移動左腳到兩手中間 好 吸氣 手往上 骨盆轉正 前腿再蹲低 來到英雄一 吐 掌心貼 後腳轉顛高以後 把左腳收 回到平板式 中心往前移 吐氣往下 肩膀轉 上拳式 吐 回到下拳 好 我們在這邊休息五個呼吸 好 隨時注意自己的呼吸的頻率 好 當你覺得有點喘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吐氣 吐深一點 然後吸氣的時候盡量吸多一些 你的喘的感覺就會不見 好 最後兩個呼吸 好 最後一 好 吸氣 兩個大步 回到兩手中間 吐氣前彎 下一個吸氣我們要回到座椅式 屁股往後往下坐 手指頭輕輕碰出地板 往上來到耳朵的兩側 好 吐氣的時候往上站 回到summer tiki t 好 然後我們回到墊子中間 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常常在做拜日式B 或是拜日式A的時候 大家很多同學會反應說 他覺得他很多利器就是 在手腕這邊 然後就是在推下拳式的時候 手腕這邊會有點痠 然後就是做久了 停留久了 就會覺得有點痛 那我們一開始大家可能比較難抓到 就是肩膀出力的那個方式 那可能常常就是肩膀沒有食上力 沒有把它推開 然後你的手沒有往後 讓你的力量往腳的地方帶 然後所以你就會有很多的重量 壓在你的手腕的地方 那沒關係 我們一起來放鬆我們的手腕 然後我們慢慢的就會找到我們 後大腿然後跟往後的力氣 好 我們可以先蹲著 然後把我們的手夾在我們的膝蓋 好 夾得越緊越有效 好 然後我們就夾住他 好 我們很用力的把我們的手打開 好 撐到最大 然後很用力的握拳 好 再很用力的打開 好 再很用力的握拳 好 我們最後一次 用力的打開 好 你會覺得他有點抖 很用力的握拳 好 我們把它放出來 好 轉一轉 好 你現在應該會感覺你的手腕 的壓力有被釋放一些 好 然後我們可以再加碼做一個 我們把我們的手 反向 護扣 好 反向 護扣 好 反向 護扣好以後 轉進來 好 有些人他可以把它伸得很直很長 那你就是到你可以的位子 然後放鬆你的手腕壓力 好 慢慢的呼吸 好 再把它轉回來 好 再把它轉回來 那我們換邊 好 也是讓你的手反向 護扣以後 由內 而外 好 去放鬆我們的手腕 好 放鬆 好 放鬆 好 你現在應該會覺得好多了 好 白日式AB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暖身 那不管你在想要做什麼進階的挑戰之前 其實你如果沒有特別的想法 它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那就是尤其是 早上的時候我覺得做起來會特別有動力 因為它拜日式嘛 就是跟太陽致敬的意思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練習的經驗告訴我 謝謝 下次見